卢健璋,广告导演、作家,曾经拿下广告创意积分台湾第一名 高中接到学校通知见妈妈最后一面 妈妈幸运活下来,但严重失智,再也认不得她 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创伤后症候群,她曾害怕接到家里电话 但她努力创作,让生命的痛苦变成生活的感动 她深信,除了死之外都只是擦伤 一起看卢健璋的故事,最坏的打算,最好的祝福 哈喽,我是导演卢健璋 如果要聊起我生命里头比较低潮一块 或许是我妈妈要死掉的时候 那时候我读男一中三年级 突然间被找去说要见最后一面 那当下其实会真的不知所措 不过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本来说要死了 后来变植物人,再后来竟然奇迹的会回家 只是在后来变成了一个失智症的患者 所以在我的生命里头超过一半时间以上 家里头是有一位失智症的家人的 那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觉得也很奇妙 在大概这几年,我发现妈妈的受伤反而让我 有机会把那些痛苦变成深刻的故事分享给别人 然后更有趣的事情是,虽然我在一个压力非常大的广告页 然后你常会听到有人喊说,什么要死了要死了 但你知道的,当你经历过家人要死的状态之后 你就会发现那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最好玩的事情是,那些喊要死要死的人,他其实都不会死 说起来,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希望更多人早一点意识到生命它的巨大 然后把生命的巨大放在生意之上 那也许,也许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会好一点 我是卢建章,这是我的故事 希望你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